幕后大揭秘,苹果Vision Pro制作过程,天价维修费,奢华配件。 苹果CEO库克最近罕见推文展示Vision Pro的制造过程,该款3500美元的MR头显将于2月2日在美国上市。 库克分享了一段一分钟的视频,展示了玻璃镜片、铝合金镜框和头戴等组件的复杂制作过程。 这款头显将数字内容与佩戴者周围的物理环境融为一体,为玩家带来身临其境的游戏、娱乐和工作体验。 虽然初期评论对该设备的功能存有疑虑,但预购火爆,交货时间至少要推迟到3月份。 此外,苹果还公布了Vision Pro的维修和更换费用。 如果没有Apple Care,全套更换费用预估为2399美元,前玻璃破裂的维修费用为799美元。 499美元的Apple Care,涵盖整个头显及配件的无限次事故维修。 在完全更换的情况下,可为用户节省1601美元。 综合套餐包括光风、衬电、单个针织带、双环带、盖子、电池、额外的光风衬电、抛光布以及30W USB-C电源适配器和充电线。 随着预售的开启,有关配件,配置和成本的细节也随之浮出水面。 基本型号起售价3499美元,配备256GB存储空间,升级到512GB需3699美元,1TB则需3899美元。 其他配件,如199美元的旅行盒,199美元的外加电池和99美元的蔡司光学镜片,也增加了总成本。 苹果的支持页面指出,蔡司镜片插件可满足大多数矫正需求,但不包括硬性隐形眼镜和镜片度数。 虽然部分地区的基本机型在2月底或3月初之前都已受庆,但苹果建议用户亲自到苹果专卖店进行试带体验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